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装这个转模 装进去 靠进去 它有个方向的 这样一个方向 里面是一个热风的 装进去 如果这个不够宽 你可以 你一直跟你 一直往后退 一直往后退 拧到一定的程度 让它这个可以 顺畅的伸出来 这样顺畅的伸出来 然后拧点它 一直拧 拧到它 拧到里面去 拧到它不会动 这样拧点它 拧点以后就装模 口间经过 经过打马鸡 这样拧 以后上来 到这里 再到这里 不一定要 要让它再来 然后 然后经过这个 第一个轮子 进村建地 然后打开 然后再把这个把手 压下去 在这里可以压住了 打开的话它就可以转动 盒起来它就转不动了 然后 以后 通过这个 手磨上前 手磨上前 拧走 拧走 它就会慢慢的走 这个磨就往往前走 以后就再 合住这个 压和轮 这样子慢慢走看看 如果这个磨不够顺畅 可以通过这个摆地 开始 拔一下它 让它这个磨走得更顺畅 这个磨的力度均匀 这个是可以排 由上下 可以 上下摆 然后 启动机器看看 你看 首先看看这个磨走 这么顺畅 还有这里 这么顺畅 这样 不断张的话 就 先等一下